家住上海的许卫舟先生前阵子回了躺家 作为娘家粉丝 怎么能说给其他地方的呢 为了誓死捍卫娘家人的尊严 大家都拼了 足有几十个粉丝跟机抵达 一路跟在他身后拍照 更多的大部队则等待闸口 周周一出闸立刻潮水一般围过去 可怜周周空有一米八五的身高 此时一点也派不上用场 瞬间就被淹没 头毛都看不见一根 当天许卫舟也许是因为回到老家 穿得格外休闲自责 白T加牛仔裤加运动鞋 戴着口罩没有多少修饰 标准轻心笑草一枚 但是出闸之后他就轻松不起来咯 这么多人走路都困难 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可怜周周连个保镖都没带 还好有机场工作人员来维持秩序 几个工作人员加助理围成人墙 把许卫舟围在中间燃并暖 从人份里露出来的许卫舟的身影来看 他还是被挤得东倒西外 被助理架着胳膊好像被绑架一样 这形象可着实不怎么样 大家好不容易把许卫舟塞上车 粉丝们还要把车围住 就差拉开车门把手机渗进去了 直到座驾飞驰而去 大家还迟迟不可离开 在原地徘徊 回忆着刚才与爱豆的混乱又美好的短暂时光 明珍他照我 粉丝接机哪家强 一家更比一家强 度假发大